都很关心的就是小天后蔡依林在演唱会彩排之前发生了坠地的意外 而当时有人拍到蔡依林坠地的画面 我们带您直击这惊险一瞬间 好我们看到这画面呢 原本蔡依林是跟男舞者彩排中半空倒立 只有男舞者在空中抓住蔡依林 没有想到对方不小心松手了 倒是蔡依林从离地一公尺的地方这样蹦的一身摔落 头部跟颈部是直接着地 造成颈椎位移 我们再看一次这是当时蔡依林坠地的画面 她虽然伤识没有大爱 但是也因此取消了双眼钢管舞这段表演 而昨天的演唱会呢 蔡依林完美演出 有点实在是小紧星 身穿银白色玛甲短军歌手蔡依林小巨蛋 火辣开唱 在20号台因为体牌从一极极高速投球力翻弱 在唱会上可以看见 九龄放下大片的刘海遮住受伤的头 卖力表演尽管九龄活受受伤 手指无力还是不一样用右手感谢自己动作 因为脊椎错位原先预定两分钟的双门钢管舞 也临时取消看不到任何高难度的动作 演唱会上总爱挑战体现的蔡依林 平常没有验到买身衫 这会因为摔伤没有办法带给粉丝惊喜 但蔡依林追求完美的个性 还是透过表演展现在观众面前 就是要告诉粉丝我没事 中天新闻流量跟张一华台北报告 中天新闻流量跟张一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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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